我们这边呢天气越来越冷了 看已经开始烧火取暖了 所以呢这两天把行李收拾好 我们要立刻出发去往暖和的南方了 这一次呢依然是我跟妹妹两个人 两人两车出行哦 而且这一次计划是出国去东南亚 兄弟们祝我们好运哦 这次呢出行依然骑我的这款摩托车 相帅重击昌云500啊 这款车呢我目前已经骑了18000公里了啊 将近给大家看一下 17414公里了 对于国产车很多网友都会质疑说 做工不行 汽水不行 质量不行等等等等 其实并没有啊 这17000多公里骑下来 给我的感受就是好骑 骑起来毫无压力 而且比较顺 换到也没有顿挫感 最主要最主要的是 17000多公里了 没有把我扔在路上 为什么我要说这款车 我骑起来毫无压力呢 因为这款车的座高只有七九八 对于个子矮的腿胆的车友们啊 都非常的友好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啊 从我第一年做旅行自媒体开始 一直到现在四年的 骑的每一辆摩托车都是国产车 现在的国产车不像十几年线 国产已经崛起了 不要再带着有色的眼光 去看待我们的国产车 再一个就是跑长途 长途行驶 我们要知道这个车的续航是不是 这个车的油箱虽然只有14升 但是它的续航能够达到450公里左右 而且油耗还是晚低的啊 油耗大概是在3.2到3到5之间 比如说我们经常跑长途 首先第一个刹车用的比较少 第二个就是基本上都是 匀速行驶的状态下 像这种油耗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3.0到3.2之间 反正我本人 不管是骑车也好 开车也好 都是比较省油的 因为我的骑行 我不追求速度 我只追求速好 慢慢骑到老安全第一 才是硬道理 对吧 这款车呢 从拿到手出厂到现在 没有更改过任何东西 只是加张了一个摩到的后尾箱啊 然后两边呢 我也没有放这个车 原带的那个小包包 因为不实用 跑长途嘛 所以我就用了两个编包 然后前面呢 加上了一个砝码 就是把整个车把给加高 一个增高码啊 如果说你们想要跑长途 觉得前面的车把越来越来越低 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 去增高一下 看 这个是原厂的增高码啊 哎 一说到这个车啊 我又想到 当初我在西北大地 在西藏 在青海 那些齿扯风云的日子了 为什么我说 我这款车骑起来毫无顿挫感 而且比较平顺呢 因为我的这款苍蝇500S 用的是皮带版的 这个皮带版呢 是比较方便啊 不用去打理它 也不用上油 骑个三五万公里 直接换条新的就OK 而且它不像链条一样 链条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响 你要去保养 去给它上链条油 这款皮带呢 它就不会了 很近 如果是链条的话 骑行个几千公里 可能就要把这个链条调一下 这个一万七千多公里了 一点都不松 看到没有 如果说想要打理 也很简单 拿一块抹布 把表面的一些泥沙 擦拭干净就行了 如果是你们怎么选择 我不知道 但是是我的话 一定会选择这个皮带版 还有一点 网友比较关心的 就是 复古巡航车 它到底能不能跑 飞扑上路面 那答案肯定是可以的了 如果说你是买来专门跑飞扑上路面 去越野 去跑领道的 那么你们直接可以去买越野车就好了 偶尔跑一跑飞扑上路面呢 那么巡航车 它还是可以胜任的 可以跑一些泡散坑 跑一些泥巴路 还可以跑一些 就是那种实质路 但是呢 如果说落差比较大的那种坑 路比较烂那种 不建议大家去跑 因为毕竟它的底盘比较低 你像我这次出行 基本上都是以跑破装路面为主 给我的感受就是 不颠簸 比较平顺 而且这个车骑的时候啊 泛档都很顺滑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可以去试驾一下这款车啊 哪怕在模拟的路上遇到了我 你们也可以试试我的车 骑起来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子 500排量的车 它是要排量有排量 要颜值有颜值 人呢 真的是矛盾综合体 在外面模拟的时候呢 想家 尤其是计划 回家返程的时候那几天特别特别的想家 每天就是白天赶路 晚上赶路要回到家 回到家里面呢 现在待了差不多快一个月了 哎 又觉得好无聊 又不想在家待 又想赶紧出门 你说毛不矛盾 做自媒体四年 每一年基本上就是家里面热了 然后我就要去西藏 去新疆 去那边冷的地方 去凉快凉快 然后呢 这几天家里降温了 天气也比较冷了 看云服都穿上了 活也烤上了 所以呢 就计划着给我妹赶紧出发 去广东广西 去云南 去一些暖和的地方躲一躲去 有没有偶遇的朋友啊 我们再蓝发偶遇